那我刚刚就是讲了一下 亚马逊的一些business line 以及这些business line 一些可能有的business question 那么以及一些解决这些question 你所用到的工具和一些技能 那么我就从我的日常生活里 就挑出了这么一个sample 挑出了一天作为一个这么一个例子 去综合的解释一下 这些东西到底是具体我作为一个BA 是怎么干活的 那么一般我的一天就从9点 或者9点一刻开始 来的可能比PM稍微晚一点 但是肯定是比SD要早一点 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要 我可能是要去检查一下我的邮箱 那么不一定你每天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比如说早上某一个时间去查一个邮箱 但是你必须定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schedule 去查你的email 这也是管理你的时间 必须是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说一个从你的右下角 弹出一个email 你就去看 这样的话会打断你很多的工作进展 你必须要确定一个时间 去查你这些email 那么查这些email是为了干什么 主要是看一下我到底来了一些什么新的task 有什么新的request 那么老的那些request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我是不是要需要去follow up一些 老的那些task 那么一般来说 我可能每天早上去做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会跟印度那边的team合作 那么这边跟印度正好西部时间 跟那边正好差12个小时 所以说日夜颠倒 有的时候印度的team的邮件 你必须只能在一大早去查 那么接下来我可能会去看一下 今天出的一个新的dashboard 或者是新出来的一个报表 那么光看还不行 你看完了之后 你要有一些想法 你看这个报表的时候 你就会想 这个数据到底对不对 这个东西增长了5%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到底是正常还不正常 如果不太正常 对于这些比较奇怪的out points 你就要去想一想 有什么原因是导致这些不正常发生的 那么如果你能够通过数据分析 去找一下 那你就应该去把 你有时间的话 就应该去做一下 并且把它告诉相关的一些部门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看到报表上面 昨天中国区它的销售额增长了10% 但是印度它下了20% 那么我知道中国区涨了10% 是很简单的 因为可能是有一个节假日 我比较了解 但是印度那边 我对他们business也不了解 那么到底为什么销售额会比同期 下降20%呢 那我可能就会去 第一个要怀疑的可能 确实很多人的第一个怀疑就是 你是不是数据出问题 如果你就是把说 你这个销售额下降了20% 这么一句话 直接email给那边印度team来说的话 那么马上就会被打回来 一句话 你去看看数据是不是出问题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 你必须要想一想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去做一些分析 然后再去告诉你那些相关人员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每天的话 我们其实都有不少的会议 那么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就是 它叫weekly business review 每个星期对于某个产品线 或者某个业务来说 这个team所有相关的人员 上到senior manager 或者甚至director 下到这些sde或者说business analyst 中间的中流砥柱的product manager 所有人都会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 我要什么来产生呢 就是business analyst 这个他们做的这些报表 那么我会独立的负责一些team的报表 那么我对于作为这个做报表的 作为一个对数据最了解的人 自然你就要去主导这个讨论 所以说你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你会带领大家去看这个报表 然后你会以你的一些观点 来去告诉大家 这个trend到底正不正常 那么如果这个不正常 如果这个产品我们觉得 它并没有增加我们销量 或者说这个某一个地方的点击率 它持续的是在下降 那么某一个地方转化率 它持续的下降 那么我通过做一个business analyst 我的职责就是 我不单单要说出这个trend 我还要去想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 首先是应该去找到这个原因 找到找完原因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 重新的去measure这个事情 那么相关的人员又是谁 这些都是需要 可能大家觉得BA 可能提出数据就好了 那么如果要做得更好的话 BA除了提出数据 提出insight之外 你还得去告诉大家 针对这个数据 你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然后中午呢 就是吃个中饭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都可以去休息 吃完之后回来 下午的时光 大概都是花在一些自己的活上面 作为一个BA 那么去研究这些问题 你必须要去写SQL把数据拉出来 你必须要用一些Excel或者一些其他工具 去把它这些数据去分析一下 总结一下 然后把它做成一些可视化的报表 把它给别人 那么这些时间 你可能就要写SQL去调试它 然后甚至去研究 我到底从哪些数据库里面拉 哪些dataset是我需要的 然后最后把它数据分析的结果做出来 然后把它送给相关的人员 每天其实我们还会schedule一些非常小的会议 一些小的会议可能是一些follow up 比如说我做完了这些分析 我把它送给problem manager 那么这个PM他可能觉得你的分析很有意思 跟他的想法也吻合 他可能会问你更多问题 那么他可能你可能后续还要进行一些分析 那可能他的想法跟你的分析结果背道而驰 他会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会跟你来讨论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你的分析假设会有些问题 这跟我作为一个PM的直觉不太吻合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去沟通去了解 这没有绝对的数据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他只要能够产生价值 他都是好 那么有可能这些小的会议是刚刚是一个 一个project开始 比如说你接到了一个新产品上线之后 你需要去把它需要一些去develop一个新的metrics 需要去做一些新的报表 那么你都甚至不知道这些数据从哪来 你怎样去加工这些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般BA的话 他不会要求你有太多的data engineering 或者是data science这方面的背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和SDE 或者data scientists合作 去想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些数据 是不是需要在一些网站的日志上面进行一些买点 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拉到这数据 这些数据之后 拉到之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清洗 什么样的一些ETL的工作 这些工作可能大部分时候不是你BA来做的 但是有更专业的人来帮你做 但是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方向 告诉他们哪些维度你是需要的 哪些数据 哪些客户你是必须要要求 如果没有这些维度 应该怎样去解决 有没有什么技术方案是可以做到 那么你的提出的一些数据上的需求 你要去跟这些跟data scientists和SDE去沟通 那么就会开很多这样的小的会议 所以说BA的一天 它其实是可以说一半是在自作自己的活 但是另一半你是要花很大的时间去跟别人交流 每天的最后一天一半都是比较安静的 因为很多人就提前就回家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花一个小时去总结一下 你今天做了什么 或者说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那么在某一天我可能就会写一个document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要propose一个新的project 你必须要去写一个文档 那么我可能就会利用没有会议 也没有一些当务之急的project的情况 我就会去写一些document 并且去收集数据去支持我的这个propose 那么整个的一天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是吧 然后你就会撒到什么 就会发生了 就会 你 Café